花季少女守着父亲 而后又自杀神王 看似平常的杀人案件 实则有人背后操纵 利用人内心的脆弱实施催眠 进行一系列的杀人计划 而这一切都和修悦的过往有关 他登陆暗网后 一个叫X的人主动问号 并说出修悦儿时的名字 在X的刺激下 修悦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 再次来到那条长廊 镜头的房间号写着1002 修悦这才想到 女孩从杀人到自问 一直在询问日期 直到10月2号才自我了解 看来这天一定是个重要的日子 修悦缓缓打开房门 看到了女孩的身影 但地上躺着的却是她的父亲 修悦再仔细一看 女孩变成了自己 看来父亲的死是她造成的 修悦难以接受 匆忙逃离记忆 X精心策划这一切 难道只是为了唤醒修悦的记忆 而她又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修悦清醒后 查阅了当年的案件资料 发现父亲是被人刺杀神王 而并非因火灾去世 这和修悦杨母所说完全不服 修悦为了确认此事 急忙联系杨母 但对方并未接听 她急匆匆赶回家 发现杨母并不在 手机也拉在了抽屉里 岳哥知道母亲有老年痴呆 急忙和修悦外出寻找 结果在一家店铺前找到岳母 但她的记忆却停留在十年前 持续一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 修悦得这么起生病后 表现得非常担心 为了不连累修悦 岳母让她尽快搬出 过好自己的生活 她又继续可以去梁武院 虽然岳母这么说 但修悦从不觉得 这一家人是她的累赘 反而很感激他们 给了自己一个完整的家 第二天一大早 岳母就把修悦夹到眼前 让她有什么好奇的事 尽管问 万一自己丢失记忆 就不能帮她解答疑惑 修悦犹豫再三 还是说出了内心的疑问 她觉得自己就是 伤害父亲的凶手 岳母听后非常震惊 因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她并不是很清楚 当初修悦晕倒在家门口 脸和脚都是血 岳母出于好心 将她带回家里治疗 睡了整整两天后 修悦终于清醒 但却失去了部分记忆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和家庭住址 岳母把她送回家时 警方就在现场 父亲在大火中丧手 房间也被烧得不成样子 作为唯一的目击者 警方对她进行了试问 可修悦什么也不记得 岳母见状出面作证 说修悦一直待在她家 被发现时就已经昏迷 如果警方想调查取证 她会全力配合 但不要逼问一个生病的孩子 话说一半 修悦突然晕倒 发了一周的高烧 医生说不能再受到刺激 自那之后 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虽然岳母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但她相信修悦是清白的 那边 吴巡警因为深医生遇袭一事 来找目击者核实口供 案发当晚她因为失眠 便寻思逐渠打个球 结果看到扁女儿从走廊经过 深医生也等地不醒 所以她才报的警 说话前 吴巡警看到目击者身上有遇轻 像是殴打留下的痕迹 于是好心提醒对方报警解决 但是被她夜口归绝 修悦准备出门时 看到了消失已久的K 谁知K一看见他 比兔子跑得还快 修悦在追逐过程中 不慎从楼梯甩下 K肩撞才停止逃跑 修悦抓到K之后 质问他为何要隐瞒这件事 K被逼得没办法 只能说出内心所想 其实他和修悦一样 都害怕过去发生的事 K甚至一度认为 修悦的父亲是被他害死的 所以他才会阻止修悦唤醒记忆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修悦跑来找新的医生帮忙 在医生的提醒下 修悦想到了10月2号 这个关键线索 和父亲的记日明明是10月23号 这两者会有什么关联 医生经分析得出 人的记忆在忘记的过程中 会选择性的进行保存 或者有歪曲事实的倾向 换句话说 修悦在记忆中看到的 有可能不是真相 但这不一定是件好事 潜意识之所以会歪曲事实 也许是为了隐藏更惊人的真相 修悦回到警署后 开始着手调查幕后之人 但相关线索只有10月2号和黄羽一 修悦经过一番查找 在多年前的案子中 找到了和白女儿相似的案件 受害者郑老大师圈内有名的毒品供应商 一开始警方怀疑是他儿子作案 但不久之后 有个叫盛胖的人被抓 而且从他家里锁出了凶器 盛胖一开始起立缝认 但突然有一天 他想起了所有事 便主动向警方认罪 修悦听盛胖讲述案发过程时 总觉得有些奇怪 20年前发生的事 盛胖却记得如此清楚 连细节也叙述到位 就像是在被口供一样 为了帮修悦尽快恢复记忆 K想了一个好办法 带他去案发地附近瞎转悠 尽可能情景重现 谁知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修悦看到K不停挣扎 便下意识地说河水很浅 好像对这里非常熟悉 小夕为了帮助修悦 便协助他一起查案 听盛胖的律师说 生胖在服刑期间 一直收到同一个人的信件 修悦经过一顿翻招 发现了那些保存完好的信件 而基建人正是正老大的儿子 修悦翻开其中一封 里面的内容和生胖的证词一模一样 更可怕的是 每年的信件内容都一样 看到一半时 生胖返回家中 面对修悦的质问 生胖突然发飙 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凶手 修悦让他认清现实 那些记忆都是伪造的 生胖不想听修悦多说 一把将他安进水里 机缘巧合下 修悦想起了以前的事 当时修悦被父亲暴揍 打算投合自杀 但是被小郑阻止 两人一起去了青少年保护所 修悦刚回到警署 就收到X的对话邀请 修悦开门见闪 直接问对方是不是小郑 小郑大方承认 不过以前发生过什么 就需要修悦自己去查 他相信修悦很快就会知道 他们两人的关系有多特别 看完这些 修悦的第二人格出现 去找心理医生进行咨询 他想知道 自己想起的那些记忆 有没有可能不是真的 医生一本正经的回答 只要取决于 他想起那段记忆的心情 比如幸福 害怕 伤心 这些真实感受 往往不能被歪去 可以如实告诉医生 他当时心里想到 就是要杀死某个人 有了调查方向后 修悦来找深医生调取资料 里面详细记录了 他的治疗过程 以及他和小郑的合照 另一边 吴巡警因为担心目击者的情况 便找了相关人员进行指导 哥两人按响门铃 却无人应答 大门也没有上锁 两人进了屋内 结果发现了一具男尸 吴巡警上前查看 发现目击者就坐在对面 原来死者是他的哥哥 因为经常使用暴力 导致弟弟沈牧多出受伤 哥哥遭遇袭击后 沈牧并没有立刻报警 而是呆呆地坐在那里 因为他想确认 哥哥是不是真的死亡 沈牧明确告诉修悦 无论哥哥是事故还是他杀 他都已经不在乎 重要的是 地狱就此结束 修悦听到这几个词 顿时觉得神经敏感 因为他不止一次 听到过这句话 审讯进行到一半 吴巡警来找修悦 声称沈牧不是凶手 他已经找到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 沈牧在工作的餐馆偷窃 证明沈牧清白后 修悦只能放他离开 但沈牧刚才说的话 让修悦感到熟悉 难道他认识 已经死亡的白女儿 是否还有其他人牵连其中 面对修悦的接连发问 沈牧都没有回答 只说现在最感谢的 就是杀了哥哥的人 是他让自己重获新生 吴巡警看了餐馆监控 觉得事有蹊跷 餐馆老板也说 沈牧肯定知道店里装了监控 却还冒险进行偷窃 而且收银台也没装几个钱 因此吴巡警猜测 会不会是沈牧故意制造不在场证明 修悦也说不上来 总感觉事情还没有结束 为防止沈牧有异常举动 吴巡警和跟班进行秘密监视 闲暇时 两人聊起了跟踪技术 为了让自己更像路人 跟班跑去店里买冰激凌 没想到员工是之前爆炸案的目击者 他一眼就认出跟班的警察身份 为了不暴露自己 跟班只能装作不认识 两人为此纠缠 浪费了一些时间 等吴巡警再次回头时 沈牧已经不见踪影 吴巡警死路寻找 结果沈牧突然出现在身后 质问吴巡警是否在跟踪自己 吴巡警为了不引起怀疑 只奔跟班而去 一脚将他踢飞 谎称自己在蹲守罪犯 这才勉强应付过去 但跟班因此吃了不少苦 修悦查看监控时发现 一个女孩曾出现在沈牧家门口 她是修悦之前去保护所时 在天台看见的奇怪女孩 她当时一直在观察楼下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修悦来到保护所 朝女孩盯着的方向看去 除了花坛就是下水道 说到这里 修悦突然想到什么 急忙派吴巡警前去查看 结果还真有所发现 杀害沈牧哥哥的凶器 就藏在其中 查到女孩身份后 警方立刻前去抓人 但他们还是晚来一步 女孩被人袭击 生命衰微 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国科搜经过检测 证实胸膝上的血迹属于沈牧哥哥 而手段上也发现了女孩的DNA 所以人一定是他杀的 吴巡警还查到 女孩的前男友一直缠着他不放 甚至还有暴力倾向 也许今天的事就是他干的 另外吴巡警还发现 只要是前男友在的地方 沈牧都出现在他周围 这一定不是巧合 看来沈牧应该和女孩认识 想到这里 秀越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沈牧和女孩的计划 两人说好为彼此杀人 所以才会互相制造不在场证明 现在沈牧的哥哥意思 是女孩替他杀的 而沈牧也该履行自己的承诺 所以前男友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果不其然 沈牧真的去找了前男友 结果能力不行 被对方暴揍一顿 还好秀越及时赶来 阻止了两人的行为 但沈牧不甘放弃 他趁秀越不备拿出匕首 朝前男友追去 索性秀越及时阻止 这才避免酿成大慌 看着沈牧的眼睛 秀越脑海里闪过一些画面 当初杀害他父亲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出谋划策的小郑 秀越回过神之后 这才发现自己被刺伤 沈牧吓得慌忙逃跑 而秀越也陷入了自己的记忆 就在他彷徨不安时 可以出现将他唤醒 现在秀越可以确定 杀害他父亲的就是小郑 得知真相后 秀越打算合规现实 将小郑抓捕归案 但K突然叫住秀越 他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自己记忆的开始 他不敢面对的过去 不是父亲的死亡 而是自己真的杀了人 邪恶与疯狂第九集 到这就结束了 从目前的推测来看 应该是X设计了这起案件 而且是他和秀越的亲身经历 如果秀越父亲是X杀的 那相反 X的父亲很可能就是秀越干的 所以K才会在那时出现 帮秀越逃避不敢面对的现实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